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洪君寨老師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BJT交流等效電路模型 我們的交流電路等效模型 主要分為π模型跟t模型 那π模型跟t模型 裡面我們又區分為 考慮歐利效應跟非歐利效應 以下是我們的課程內容 同學們看等效電路模型區分 第一個我們稱它叫π模型 同學們目前先不考慮小RO的效應 再來我們介紹第二個叫做T模型 再來我們介紹π模型 包含了小RO 第四個我們介紹T模型 包含了小RO 來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個電晶體 這個電路 當我們 同學我們現在講的是指交流訊號 當我們的交流訊號 VVE加到這個 VE兩端的時候 我們產生的IV跟IC的電流 來我們首先看一下輸入部分 我們的輸入部分 VVE我們可以寫成IV乘上小Rπ 我們的VVE也可以寫成Vπ 另外我們的VVE可以寫成IE乘上小R1 再來我們的輸出部分 我們的IC可以寫成貝塔倍的IV 第二個我們的IC也可以寫成GMVπ 再來我們的IC更可以寫成αIE 同學們我們待會就水平 這個水平部分一個對一個 我們主要要介紹的這個模型 主要概念都在這一個 這一個畫面裡面了 同學們務必將我們的輸入電壓 VVE可以等於IV小Rπ等於Vπ等於IE乘上小R1 把它牢記 以及我們的輸出電流有三種表示方式 分別叫做βIb GMVπ以及αIE 請同學將它熟記 介紹第一個π模型之一 我們忽略了歐利效應 不考慮小RO 當我們V1兩端加入VVE的電壓之後 同學們 V1我們剛才有講過 V1之間 以IV為電流的等效電阻 叫做小Rπ 那我們對應的輸出電流 就是βIb 同學我們右半邊是它的 交流小訊號模型 以後同學們 模型熟悉的就不要再畫模型 但是同學們 還沒熟悉之前 在練習的時候 務必將模型都畫幾次 模型熟悉了以後 直接在電晶體上面 將這些參數標上就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右邊的圖形 我們V1兩端加入了 VVE的電壓之後 產生了IV電流 而它的等效電阻 就是小Rπ 而右半邊的這裡有一個 菱形的電流源 同學們我們稱這個 菱形的電流源 叫做相依電流源 那相依電流源 對應 譬如我們平常的電源 我們平常的電源 電壓源電流源 那個叫做獨立電壓源 或是獨立電流源 而我們這種相依電流源 所代表的是 依循著誰 同學看一下這個菱形的符號 這個IC主要等於β倍的IV 所以這一個菱形的相依電流 依循著IV來做改變 再來我們介紹π模型之二 同學們 當我們V1兩端加入了一個電壓之後 我們稱它這個電壓叫做Vπ 那我們的電流就可以寫成GMVπ 那我們看右半邊部分 同學們 我們V1兩端加入了Vπ 那一樣這個主抗 這個電阻叫做Rπ 那另外我們的這個電流IC 就是可以寫成GMVπ 介紹第三個叫做T模型 那一樣的我們在這裡先忽略 歐利效應就是不考慮小RO 同學看一下 我們V2兩端加入了一個電壓之後 同學在這個圖形 老師要提醒同學 我們這裡的畫法跟市面上 所有的參考書的標示完全不一樣 在這個地方 老師不是告訴你說 我們從V級進去的電流叫做Ie 不是 我是要告訴各位 V1兩端以Ie為電流的等效電阻 叫做小R1 再強調一次 這個圖形 這裡的Ie表達跟市面上 所有的課本完全不一樣 我們這裡要表達的是 V1兩端以Ie為電流的等效電阻 叫做小R1 那一樣的我們這個輸出電流 Ie可以寫成Alpha 看右半邊部分 我們加入了VbE之後 我們這裡以Ie為電流的等效電阻 叫做小R1 而上面的電流 零形的這個領形的這個相依電流源 就是所謂的Ie 而且Ie等於Alpha Ie 再來我們介紹T模型之二 我們V1兩端加入了Vve之後 同學們這個剛才已經強調過了 在這裡不是說V角這個電流叫Ie 是說Ve兩端的這個兩端 我們如果以Ie為電流的等效電阻 叫做小R1 那我們輸出部分 GmVpi 同學看右半邊 以Ie為電流 這個小R1 我們把它改寫成Gm分之Alpha 那IeC是等於GmVbE 那我們的Gm可以寫成小R1分之Alpha 同學們 這個模型跟FET的很相似 那未來如果β很大 β趨近無限大 Alpha會趨近1 那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小R1就會等於Gm分之1 那這個就跟FET的模型近似了 那FET部分當然是後面的章節 等到同學學到那個時候 再來討論 再來討論 我們現在看第五個 Pi模型之一 我們一樣的不考慮小RO的狀況 隔壁這個是我們考慮歐利效應 同學們歐利效應部分 在相依電流源部分 多了一個小RO的電阻 再來介紹Pi模型之二 左半邊是不考慮小RO 右半邊是考慮這個歐利效應的結果 那所以一樣的 這個地方我們並連上了一個小RO 在相依電流源的部分並連一個小RO 第七點 第七點 T模型之一 同學這一個是我們剛才看過的 不考慮歐利效應 不考慮小RO 右半邊是考慮小RO的結果 好 再來我們介紹T模型之二 左半邊剛才介紹過了 我們現在看右半邊 那右半邊部分多了一個小RO 那是因為我們要考慮歐利效應 好 同學們第九個 同學們未來如果你將小訊號的模型熟悉了 熟悉了我們提醒同學 你的小訊號模型已經熟悉之後 未來在這個分析上面直接在電晶體上面標示 同學們電晶體V1界面 當我們的輸入電流是IV的時候 我們的等效電阻叫做小Rπ 那輸出電流部分就是IC等於βIV 那我們看一下 未來在這邊直接畫一個電阻 直接寫一個小Rπ 通過的電流就是IV 那輸出電流IC一樣的是βIV 所以同學們 VB可以寫成IV乘上小Rπ IC就是βIV 我們看第十個π模型之二 我們直接標示BJT 直接在BJT的符號上來做標示 VBE我們直接寫成Vπ 那IC就直接寫成GMVπ 所以我們的VBE就是Vπ 我們的IC就是GMVπ 第十一個我們T模型之一 一樣的我們直接標示 我們這個符號小訊號的參數 直接標示在上面 好 VE兩端加電壓之後 VE兩端以IE為電流的等效電阻 叫做小R1 IC就是αIE 那同學們一樣的 那同學們一樣的 同學看一下第十二個 同學看一下第十二個 我們直接把這個IV跟小Rπ標示上去 那IC就βIV 再來我們看一下中間這一個 我們直接一樣的把它標示在電晶體上面 VBE就是Vπ IC就是GMVπ 再來同學們看一下 電晶體Ve界面 以IE為電流的等效電阻 叫做小R1 直接標示 IC等於αIE一樣直接標示 好同學們 我們有關於π模型或T模型最重要的 我們的VBE可以寫成IV乘上小Rπ 我們的VBE也可以寫成Vπ 以及IE乘上小R1 而我們的輸出電流IC 可以寫成βIV 或是GMVπ以及αIE 以上就是我們的課程內容 同學如果有疑問 請點閱前面的影片 這是我們的參考書目 我是洪君寨老師 謝謝同學收看 我是ijke 現時 iş合成的 請貴方 我們愛後 Turkey 我們